连哲提上给掩护 左边 背后的封盖 球依旧是在陈英俊的控制当中 再次命中 看陈英俊反应非常快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上场比赛暴露出来的 他的三分不够稳定 也就是30%刚出头的这样一个命中率 贝尔很壮的 在贝尔面前那么运球 那真的是失误概率会大大提升 上线的双挡 赵博乔再次提上给陈英俊挂了一下 有一定的空档 小打大错尾的机会 中距离再次命中 就是你刚刚可能有些地方 咱们没有想到一块去 那聊一聊之后再次上来 看看效果怎么样 陈英俊有空档了 用一个假传的动 上线的单挡 再给乔丹贝尔 这个球给的不错 连哲再给陈英俊做掩护 效果不错 还是出空档 朱豪抢断 给到陈英俊 因为朱豪他最喜欢的方式 还是中中出手 没有命中 反击很快 朱豪 陈英俊利用掩护 空档出来 又颠进 加击过来 逼出了一个失误 连续的利用连折给了掩护 陈英俊挑战 朱豪宇成功 还是从高位掩护来发起进攻 陈英俊 再次中距离跳投 右击 就是不投丢啊 就挂着一个掩护 朱豪宇很积极的在跟 但是就是到罚球线这位置 如果你逼得再紧一点 陈英俊可以直接拖到篮下去 如果你回收了这一步 他就中距离惩罚你 发起肯定还是要从掩护做起 而且就是从陈英俊这点发起 三分哦 所以确实是打了对手一个出乎意料 掩护挂不上 换人了 比较了三分 换颜色 马兰威尔来讲的话 就肯定不可能打得舒服了 哎 直接升断了 球发出来 夹击就到了 陈英 造成犯规 关键是只有12次出手啊 中距离几乎都没头丢 又一个 失误逼出来 乔天贝尔 还在地上的把球往前送 贝尔上来 给一个掩护 又出现了底下的空大 王正博 在 四川守二三连防 来一下空了 毕竟是领先的一方 脚打大 陈英俊 又一个二加一 还是高位掩护发起 陈英俊对上苏若宇 苏若宇脚步就慢了那么一点 脚步这一慢 就被对方抓着打 一点办法都没有 很难啊 有失误 这应该吹尾体了 争取最后一搏的态度啊 压到最后两秒钟再出手 不见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